我觉得未来格局格局有四大趋势 将在未来十年逐渐地实现 一个就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将在世界上占更大的份额 然后在政治上发言权将会更大 2003年 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投资公司 叫Goldman Sachs 高盛公司 现在也是很惨了 现在股票跌得很惨 但是他创造了一个词 大家还在用 他创造了一个什么词呢 叫Bricks 分别指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 那么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叫金砖四国 然后两年以后 2005年 日本野村综合经济研究院 就模仿这个Bricks思路 就发明了另外一个词叫展望四国 这个展望四国它是那个叫做什么 叫越南 印度尼西亚 南非 South Africa 然后呢 Turkey 那个土耳其 然后阿根廷 展望五国 我们翻成中文叫展望五国 英文叫Vista 然后呢 后来呢 05年12月 Goldman Sachs又创了另外一个词 叫那个New Diamond Eleven 就是新钻石十一国 这个跟上面 跟这个地方有一点重复 那个大致扩展了一些 后来这个New Diamond Eleven呢 被那个韩国抗议了 因为他把韩国啊 列到那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韩国很生气 韩国说我都已经两万美元了 我是发达国家了 你还把我跟中国归在一起 他觉得很委屈 然后他就不同意 不同意后来人家就不怎么说了 但不管名词怎么样呢 其实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这一些名词是指的一类国家 大概有二十几个 占世界人口啊 一半以上 这些国家呢 那个原来就是我刚才讲过的 他们基本上都是搞计划经济的 都是国家起的作用很大 然后基本上是比较封闭的 跟世界经济呢 来往不多 印度 中国 越南 巴西都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 现在都有点变化 都是呢 加大了市场化的分量 这个 然后加大了和世界经济的融合 这个 那么应该讲呢 他们带来了九十年代世界经济的繁荣 然后自己的经济也有实质性的提高 这个双赢的事情 很好的事情 但是呢 从这个东西方关系来讲不一样 这个 就是什么呢 他们在世界经济的比例啊 是大大扩展了 Percentage大大扩展了 像这个Briggs这些国家啊 现在加起来啊 已经是十几了 中国去年就是六点九啊 世界经济六点 今年我估计肯定过七 世界经济 这个 日本的比例最高是十七点几啊 现在降到九点八 十以内了 所以中日现在的比例是在缩小了 那么世界经济上的分量上升 导致的政治后果就是他们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言权的提高 提高的一个标志呢 现在就是每年的八国集团会议啊 一定会请五个国家参加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叫G8 plus 5 这么一个机制 就是八大国再加五国 这么一个机制 这个 这个反映了一种 就是说经济力量的变化 导致政治影响力变化 这么一个趋势 未来这个趋势呢 我觉得是只能上升 不会下降 这个 他八国集团 早先是七国集团 对不对 七国集团 他影响力最大的时候啊 是九十年代 那个时候 基本上世界上的大事情 都是七国领导人先谈 他们确定 他们英文叫setting agenda 反正中国呢 就确定议程 今年 哪几件事我们来处理一下 是吧 然后呢 他们再交给联合国啊 安理会去投票 把它合法化 所以九十年代的时候啊 应该这么说 就是七个 当时的七国集团 就是标准的政治局 你们 我们还是国内的人 应该知道 就是最重要的角色地方 是在政治局 对不对 那个 然后呢 政治局通过决议呢 交给人了 常委会去投票 是这样一个关系吧 现在最新的变化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 这个政治局呢 还是很重要 他还在确定议程 但是光是政治局 这些人开会不行啊 因为有几个诸侯啊 根本不听他的 然后呢 你通过的决议 没人执行 这个不行 于是 现在必须开政治局 扩大会议 这个扩大会议 就是这五国 知道吧 这就是 这个 新兴市场 经济国家 兴起带来的政治影响 就是出现了这个东西呢 八加五会议 那么过去 主要是八国集团开会 五家在旁边叫观察员旁听 那个 但是从 今年开始 大家注意看 在那个 冬月湖啊 八国开会的时候 五国也开会 这个起因呢 是去年一件事 去年那个 在德国 开八国集团会议 然后五家都去了 去了以后 第一天政治会议 不让他们参加 第二天把他们招来 开那个叫什么 汇报会 所以 这个 去年完了以后呢 这个 呃 那个 巴西总统卢拉 那个 很生气 说如果再这么开啊 我明年不来了 后来 胡主席呢 就 看他很生气啊 就把他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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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了 请几个人吃饭 说哎呀 不要生气嘛 没有必要 明年啊 他们开 我们也开 对不对 轮流做东 我们也开 哎呀 那个 所以第一步 就是说他们开会的时候 我们也开 未来会不会 这五家 他们在八国集团 机制以外 搞一个东西啊 也有可能 而且 据我了解 当时现场的情况 是这样 就是胡主席说提议 我们也开会以后 这个 然后墨西哥 南非都特别的兴奋 因为呢 如果就是我们五家 能搞出一个机制来啊 就是墨西哥和南非 就跟这个 这个 就中国 印度和巴西就同等了 对吧 然后他们很 觉得很兴奋 那个 然后那个 于是那个 当时的南非总统 穆加贝 就提议 说我正式邀请大家 到北京去开会 哈哈哈哈哈哈 按照那个 我们外长杨洁篪的说法 就是他非常不把自己 那个不当外人啊 哈哈哈哈哈哈 后来那个 主要是印度啊 印度就有点生气 说凭什么第一次要到中国开 对吧 第一次到我们印度开 印度老是这个毛病啊 还跟中国比 那个 呃 然后 据说那个会议再结束的时候吧 因为印度反对就不了了之嘛 后来 穆加贝总统又提了一些 我再次提议 大家到北京开会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去年的小插曲 这个 总归我讲的这一串呢 其实是指一个东西 未来一个趋势 就是这一群国家 二十几个国家 他们的总数量啊 国家数量啊 跟原来组成西方阵营的 二十二个国家差不多 但是人口要多得多 这样的 未来的前途呢 也还是比较更看好一点 所以除非这些国家 集体的犯毛病 大家就说我不搞市场 市场市场经济了 对吧 除非他们就是集体非理性 集体犯毛病啊 那个 基本上我觉得 只要他们坚持市场路线 这些国家的未来 十年二十年 它的这个经济发展速度 大概是比西方阵营 永远要快一点的 所以那个趋势呢 应该这个gap是拉近 而不是缩小的 对吧 这是第一个 未来趋势 第二个是在 哦 对不起啊 第二个呢 就是我个人判断 我觉得 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 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 是长期化的 这个俄国和美国啊 坦率来讲 在1991年 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缓解他们的百年紧张关系 但是呢 美国人没有抓住这个关系 美国在1991年 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当冷战结束 俄罗斯乌克兰 那个白俄罗斯 他们几个领导人 这个分解苏联的时候啊 这个美国人就只是感到 很happy很高兴 然后呢就觉得 我是冷战的赢家 对吧 这也没错 但是再往后走 他就错了 就是我们再往后看 我们可以发现 冷战结束的原因 不是美国人击败了苏联人 而是苏联人呢 自己放弃了冷战 对不对 所以苏联的放弃是冷战结束的原因 美国人的获胜 是冷战的结果 而且是一个非常幸运的结果 美国人应该是心怀感激啊 就是我这么一觉醒来 我就成了冷战的赢家了呢 对不对 他应该这么想啊 真是天上掉一馅饼啊 对不对 他应该感谢上帝 在活着的这个我们的世界上 感谢人家俄国人 所以他应该在经济上 真诚地帮俄国人呢 度过转型期的危机 就原来你这个体系 不管运作怎么样 只要你体系一断 你一定会经历一个危机的 对不对 那个这个时候你应该帮助他 然后另外在政治上呢 当时的美国人应该什么 应该三顾茅庐 请俄国人呢出山 跟他共治天下 是不是应该这样 就是给俄国人充分的面子 对吧 经济上帮他 那个政治上帮他 这个时候他在讲 今天的俄美矛盾就没有了 现在看起来美国那帮战略家 也是就是一帮普通人啊 当时就是很happy 然后出了一个非常荒谬的书 和一个理论 叫The End of History 说历史终结论 所以人类历史上 再不可能有新的这个思想 比这个Liberal democracy更好了 这个未来的那个世界还会进行 但是观念创新已经不可能了 这是一个很滑稽的日裔美国人 Francis Fukuya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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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兄还是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师的市长 那个 其实呢在美国历史上呢 这种神经兮兮的知识分子啊 非常的多啊 每天都有 讲一些怪里怪气的话啊 问题是这个话 能够得到社会的拥护鼓掌 就说明当时社会的集体心态出毛病了 对吧 就总归 当时美国一个战略错误 就是把冷战结束的原因和结果搞混了 由于原因结果搞混了以后 美国在整个十几年对俄国啊 就像对待战败国一样对待他 导致了俄国今天的这个愤怒 这个所以我认为俄美矛盾呢 它不是一个短期的 它是很长期的 另外呢 就是俄国与伊斯兰世界的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 也是非常长期化的 OK 再下面一个就是西方内部的邻居令 我觉得会有问题 那个像那个金融危机以后更是如此了 这个西方人口年纪的老化啊 还有主要是欧美之间呢 会越来越不同掉 就是欧美原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第三方敌人的时候 他们是很团结的 现在 不可能再回到冷战时期的一个团结状态 不管双方的领导人做秀 比如说布什总统去年四次访问欧洲 康蒂·萊斯国务卿十一次访问欧洲 现在呢 对欧洲是很尊敬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那么欧洲所有的领导人一上台 都要对美国表态 比如说 现在英国首相Golden Brown 多次说过说 没有美国啊 我们人类文明达不到今天这个高度啊 对吧 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 就他讲的一些话 美国人都感到比较脸红啊 那个 那个 Sakosy 这个 法国这个 个子矮小 精神 那个叫什么 精力充沛的这个 法国总统啊 非常亲美的 所以呢 现在双方领导人呢 很友好 这是没得说 但是 两个社会 对利益认同啊 的差距是越来越大 所以我是很怀疑这个西方内部 长期的邻居力 最后一个呢 就是这个 民主浪潮啊 我觉得就在06年开始有点低落 低落的 其实起源还就是 美国内部 这个 2006年 这个 美国当时经历了一个外交上的难题 什么难题呢 就是巴勒斯坦地区啊 搞了一次选举 是吧 那个时候呢 还有美国的观察员在那 那个带头人就是前总统吉米卡特 带了一万五千人了 欧洲的美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 去观察 刚查的结论 他们都签字了 所以这次选举基本上是很公平的 但是在选举的结果呢 是通过美国的方法 美式民主啊 选出了了专门反美 而且致力于消灭以色列的哈马斯政权 这就是被搞糊涂了 大家觉得民主应该很理性啊 后来就觉得这个结果怎么就不对呢 那个 然后呢 美国有一个杂志啊 Newsweek 他的那个主编啊 叫Farad Zagoria 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 叫I liberal democracy 非自由的民主 他就说从1975年 西班牙放弃弗朗格法西斯政权 他就要知道西班牙在75年以前 是法西斯统治的国家 葡萄牙也差不多 那个希腊是军人政权 这个现在这些国家都对我们中国很傲慢 说你们不民主啊 其实他自己呢 屁股还没擦干净呢 那个 那个 从那个时候为标志1975年 西班牙葡萄牙放弃法西斯统治到现在 我们人类进入了一个阶段 叫那个 OK 叫那个 第三波民主 一共有120个国家进入了这个过程 那么 但是呢 那个 坦率地讲啊 大部分国家 它的结果是叫I liberal democracy 非自由的民主 那个 所以 坦率地讲 现在这种思潮在变化 嗯 OK 咦 我们外交呢 这个在过去这几年做了很多事 我就不说了 我只是简单地把我们这个外交的五个部分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中国外交啊 是五个部分组成了 第一个部分呢 还是大国外交 好 好 中文字幕——YK